最近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都在举办TF Boss粉丝校园巡回演唱会的活动 粉丝们唱TF Boss的歌曲 有人举着大旗,有人拿着荧光棒 场面非常壮观且热闹 TF Boss本人恐怕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海 没听过这么整齐的合唱 当初喜欢TF Boss的小学生们都成为了大学生 以他们的方式,给了TF Boss一片城海 这场盛大的演唱会是为TF Boss唱的 这一次他们是观众,送给他们以及每一个粉丝的9年 王静凯与马思纯主演的电影《断桥》 定档在了6月2号的端午节,且已经定档几个月了 现在距离上映时间越来越近 观众们也都越来越期待 但5月是6号,断桥宣布延期到暑假上映 具体延期到哪一天还没有确定 王静凯转型做演员之后 他的作品都是命途多舛 最近热播的《重生之门》宣布定档之后 又临时提档两天播出 粉丝们的宣传打了水漂 好在这部剧口碑爆棚 后期效果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一难评则是王静凯没有使用原因 现场收音不好 王静凯又没有时间配音 导致用了配音演员 王源参加了一起录影吧的综艺录制 他是被节目中的好友黄雅丽邀请来的 黄雅丽还谈到与王源平时的相处 他说自己从不会把王源当小孩看 不能把他当成弟弟看 他是一个成年人 有时候会帮助到他很多 但王源唯一的不足就是不好好吃饭 作为朋友的黄雅丽很担心他这点 他还说到平时王源会带着妈妈一起去他家吃饭 一样千玺有一个弟弟 弟弟和哥哥一样 也在学习各种技能 出现在媒体面前 是一个小童心 弟弟在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 最近有粉丝好奇一样千玺打不打弟弟 弟弟回复了一个昂字 于是很多粉丝都好奇一样千玺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弟弟 甚至还有网友幻想出一样千玺家抱弟弟的场面 事情发酵之后账号也做出了澄清 一样千玺并不会打弟弟 他们是属于兄弟间的小打小呢 而并非肉体上的暴打和伤害 此外网友们一直好奇弟弟的号是谁在运营 到底是不是弟弟身边的人或者工作人员 账号的主人也解释了说是姑姑 近日有不少博主爆料一样千玺要跟舒淇合作电影了 舒淇46岁 一样千玺21岁 两人相差25岁 这么大的年龄快度 一斤曝光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据悉 电影名叫书兰和尚 讲述的是和神舒淇与生患自闭症的孩子之间的故事 将于9月开机 舒淇是不老女神 两人合作必定会掀起一番热潮